911也是有防守 911现在就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三框开起来 开起来拖住 对 现在911从刚才的这个二八开啊 哎呦 我觉得已经变成三七开了 什么时候变成中分 这个有点难度 就是拽了 他为什么叫你中分啊 我不是中分 对啊 这一片应该防下来没问题 大量的小狗 然后飞龙过来清掉这两根运输机 911现在正在慢慢的 再把自己的劣势打回来 不过由于哭了 不由于这个新一 他是正面没有 还没有打这一拳 所以说呢 对于911来说 这正面这一拳还是很难解决 对 等一下对手现在就憋 憋到一定人口 哎呦 你看这个防空啊 我觉得 这个防空啊 就是你现在再运一下去 如果913框开起来的 结果就不一样了 有空档 这里还是有空档的 好 这边推了 好 枪名开始散 提前散开 哎呀 911 这一波农民被截了 有点可惜 但关键是对手 推到这里了 那你这片矿怎么救吗 只能靠飞龙来救了呀 是的呀 所以说这也是 飞龙人呢 飞龙龙呢 好来了 想打包夹 911还是想打包夹 看到你大部队好像走下去了 但是这一波包夹 准备包夹上面 主力在三框那个地方 对在这个地方藏好了 三点的一个包夹 准备包夹 就要看这波包夹 有没有机会了 新一这一波还是可以损失的 如果新一这一波损失的话 双方就变成一个四六开了 可以再送一波兵 对于人猪来说 这一波包夹就要看 人猪能换到多少东西 如果能把对手的飞龙换光的话 新一还是很有优势的 但是我觉得911的飞龙操作的话 他应该是可以把飞龙保存 哎呀 被抓到了 这一船兵被完全的抓到了 也是 好新一这一次也是看到了 坦克坦克 硬点硬点 偷掉两个 而且这里911留了条狗的 各种赚便宜啊 911这个时候 正面推进了 正面推进了不能忍 那这样的话正好进了这个 重做包围圈 要看重做包围的效果 你推到这里 这波兵要送掉了呀 坦克架的还好 这波兵要送了呀 墙兵数量不多 无所谓 这波可以送 要看尽量换 尽量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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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换多少 能换多少 哎呀 飞龙没换掉 好 独包走 漂亮 啊 这波就飞龙给你硬打 那这样的话呢 对于911来说 由于三框保住了 看一下下面三框好像在打 三框有一个多线 哦 GD被打掉了 那这样的话 还是新一有巨大的优势 还是二八开 新一在这个时候也是打得很聪明 我只拍一部分部队送给你 无所谓 我听到有个人在楼下叫了 嗯 911这种打业余练赛打成这样 他还没看到开局吧 开局这个不能忍 哎呦 911我觉得能打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911乱了 哎 又两档还在 对的 不是七分钟消失吧 四个防空 一个行星要赛 你告诉我怎么玩 对吧 独包滚屏 滚滚红尘 这时候911由于三框被打掉 这个时候呢 三框被打掉意味着主框 已经干了 干了的话 你就只有一个框 二框在踩 那对于911来说 经济基本上就断了一大半了 已经促进见走了 而且关键是 新一这时候已经要升三攻三防了 在攻防起来以后 这个枪面的性价比确实超过 而且等一下雷神一出 往前一站 你飞龙独豹 来吧 没错 那现在911来讲的话 人口已经有了巨大的劣势 真的是已经很难翻盘了 但是我们看911能不能 给我们带来几个 猥琐的大牛 你看这个名字就懂了 猥琐的大牛 要不要这样 被扫了一把澡 洗了一把澡 这不是新一的飞龙 这时候911的飞龙 这时候911有这么多飞龙 还可能甩翻盘 911星期一有这么多飞龙 911说 对吧 哥一个一个给你甩光 不过911不会两队一起甩 会啊 他会两队一起甩 就是他的那个帐风甩法 对吧 对啊 帐风甩法 好下面有一个夺线 很聪明 新一现在就是想好了 我今天 一个毒宝没炸掉 第二个毒宝被点掉了 哎呀 新一在这个地方也是有双线操作的 哎 为什么 藏了两个 在头点去你主框 秀 开始秀了 秀 show time 现在是195个人口 打129个人口 这个911挂了呀 这果然是千古罪人啊 对吧 江北狗王说 哥让你江南狗王上一场 你打成那个屎样 你不要说 以后不要说哥认识你 以后不要和我并称 对吧 对 两大狗王 你把后面那个王字去掉就好 好主意 好 这边正面一拳捅出来 你这一拳怎么防啊 哎呦 但新一捅的还是很保守的 因为他有200人口 还有很大的一部分部队 藏在家里面 他捅的很保守 你看一下 这个单位数量 看一下邮件 80个多边 67个枪名 他还有一大票枪名 在藏在外面 就这一波给你换 换完以后 你没有毒宝以后 枪名就往前顶 还有三个雷神 这样的话就真的是 雷神在此 一击打穿了 真的猥琐的大牛 这个名字确实 我也知道为什么 他起这个名字 对吧 诶 特坦克 这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你毒宝已经死光了 坦克有没有都没关系 哎呦 击击 哎呦 九一 哎呦 被我们刚刚楼下某位 某位元凶说的 那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就是由这个 NEO战队的新一 击败了SBS的F91 现在的话 双方是战胜了2比1 局势还是很焦灼的 对吧 下一盘 下一盘这个选手有点个性的 这个大盘选手是由SBS的Alive 对战这个NEO战队CHWZERG 这个CHWZERG也是论坛的著名的 这个喷神 喷神 喷神 各种喷神 这个NEO战队有好几个喷神 除了这个CHWZERG以外 还有一个喷神 UDS 是个彻头彻尾的T黑 天天在论坛发一些T黑的帖子 我最讨厌这样的人 你怎么能做T黑呢 对不对 我最讨厌这样的人 我们要做T秘 对 我们 不是T秘 我们要客观公正中立 对不对 这个有一句说一句 真的 什么 用那个 现在有个大腕 大腕的 妻儿子吧 有没有听到 没听到 就是类似的 说那个 什么 怎么说来着 什么黄头打中架 什么什么 新闻记能加速 能加的全给他加上 现在看一下现在的一个情况 NEO战队现在是两个人 很胜 对 暂时2比1 但是由于这个比分真的是交替上升 对 真的是很清楚 而且下一场TVC 是塔拉林祭坛 塔拉林祭坛跟点位有关系 稍微好一点 但关键不要紧啊 最后是PVC啊 嗯 哦 对吧 现在这个谁赢谁输还真不好说 对 说到这个叫什么 嗯 就是 就是刚才你说这个 我想起了另外一个 有一首这个金克拉改变的 对啊 这个 我想想是怎么说来着 他说这个 呃 我太忘了 反正意思就是说 有了矿罗以后一矿能当两矿彩 哎 哎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是什么 就是他答了最后最后的一句话 不是 没爱比喻对吧 啊 然后那个说 宏观有事没事啊 都是一句 没爱比喻有事 一口地道的暴雪亲儿子枪 啊 这句话太爱搞了 这很酷不是吗 对的 那个T黑 我不是T黑 你跟NuDS一样是个T黑 我不是T黑 T黑 我是黑 哦 Nu战队也是有一些 这个比较活跃的这些 这个学友 哎 活跃在各大论坛各种坑啊 这个我觉得 年轻人吧 对吧 这个有点个性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大家 比赛 第二 有意第一吧 对吧 这边这个 有一个关键者叫星一旋志 这个就是CHW字的 这个太嚣张了 二货好吗 喷神 我都跟你说 这个太嚣张了 他就是个喷神 这个星纪一选手统织 这就很害怕 说起这么说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什么 这个又不得不说到F91了 在中国星纪一选手 和其他选手 因为他们都是这样的 我们是星纪一选手 你们是其他选手来打星纪二的 在第一次证实对方中 91很有机会赢的 结果输了 是什么时候 还不是自己 中国狗 哦 七八大九 你还记得了吗 记得 我们当时在说 智商有差距 这个没得讲 不是的 那你这句话就不对了 91是不是 那就是 通过重重杀阵 对啊 对啊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就是说你是说 他运气比较好 对啊 前两天我跟你说 Alive也是告诉我们 他留在S级是有原因的 嘿嘿嘿 好了啊 好 那这边新一选手 统治新二 就是CHW 是的 哎 这边说 91都挂了 我做 我觉得作为Z很悲惨 嘿嘿嘿嘿 然后这个Alive问他 啊 这个 我可以打一波 嘿嘿 少来 少来 好的 那这边的话 双方选手 也已经准备掉续了 来看双方关键的 第四场的对决 第四场的对决定 BioPay 好的各位观众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时候 明镜需要为您带来的NST